环雨搜其无奇不有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澳洲前阵子迎来世纪热浪 气温飙上40度创纪录 连百岁的巨鱼在河中悠游都会被活活热死 没想到在撑过又热又干的季节后 老天爷似乎不打算放过澳洲 接着而来的居然是百年一遇的洪灾 市区因此被水淹没 让原本栖息在湖泊中的鳄鱼 也游入市中心去逛大街 让安全的家园变成与野兽共存的战场 极端的气候让动物也吃不消 昆士兰就有50万头牛遭洪水淹死 甚至尸体还散布在各处 画面触目惊心 也重创澳洲的畜牧业 这种画面也实在是难见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开始在合作麻烦中的也可以 现在我们开始在冰箱里面 我们开始冰箱里面 我们开始冰箱里面